8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到5点 钻石狮子会将在洛杉矶乔教中心 举行爱在飞扬因为有你大型免费公益中英文健康奖座 届时有医学专家重点介绍糖尿病 心血管病及高血压等疾病的防治 还将有精彩的表演 水果及甜点及500份精美的纪念品发放 欢迎各界民众踊跃参加 8月14日钻石狮子会在艾尔蒙蒂市举办新闻发布会 创会会长许鸿昌 现任会长黄玲玲以及莫凯胜等表示 希望这次活动再次为社区民众提供有益的帮助 我们请来国会议员赵美新 以及D4L2区域总监Gary Hall 及驻洛杉矶乔务委员会 翁贵堂副处长 以及West Carolina市长Tony Wu 当利林指导 我们新医学顾问主席Michael Lee 将请三位医生来讲糖尿病的预防及控制 冠心症 骨质疏松症 及高血压 每个医生演讲完之后 我们有两个问题 问民众答对的有现金奖 以及精美的厨具用品奖 那我们另外有请我们光明委员会主席Coco Wang 为我们主讲红蓝白卡 以及雷牧师所演讲的政府 为老者以及病患者的居家福利 另外我们有请方圆剧坊的杨家干 为我们短剧演出 以及我们节目委员会主席Mini Song 将带给我们精彩的节目演出 华夏电视台记者 Air Mountain市采访报道